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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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多球员教练对于未来都散尖其口 但一名俱乐部官员还是表达了态度 是以至此 还有什么多数的 剩下的比赛希望我们的球员们能够忘掉胜负 享受比赛 可能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够丢掉包袱新装上阵 获得我们希望的结果 720p 搞清480p 标清270p 倍速0.5x 1.0x 1.25x 1.5x 2.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 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 广告广告战报 建议主场 2比2债平生花卡 栏加梅开2度光临破门 50% 75% 100% VDN 002 74 I3 URL 播放模式Chromials 分辨率 1920x 1080 视频款高848x 480 燃量 50% 视频贴以HTTP SCDNAPD 723 0945 B1399 BF2C 291 CA883 2803 6893 V SMT CDNF COM 下载速度 缓冲质量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 3.4.37 2018年7月21日15点01分57秒 播放流水3D 16C C9575 RCDD F79 D4 A4E 775 61670201 本地日识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战报 建议主场 2比2债平生花卡 栏加梅开2度光临破门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HTX WINDOW X WINDOW DAPA VIDEO ARR PUSH VN 002 74I3 UR L I M G H T T P E N U Z G T I M G D C O M N U Z R S 004600 1300 139 305 GED视频 战报建业 主场 2比2债平生花卡栏加梅开2度光临破门 时长约2分25秒 特约记者王田报道,雷里尔不敌河南戒业,贵州横峰输掉了关键的宝极之战,14轮战罢紧接5分,距离倒数第三的重庆当代9分,可以说,横峰今年的宝极前景,因为职场失利,开始变得真正暗淡起来,当所有的球员离场后,主教练佩特莱斯库,还在替补西陈斯。 但记者问到他在思考什么时,他说道,我很伤心,思考接下来要为球队做什么,而球队一些队员事实上也做好了降级的准备。 在谈到降级的可能时,有队员说道,又不是没提过中假,争取分回来就是了,虽然我们的未来确实已经不被人看好,但想让我们轻易脚枪是不行的。 行驶爆击几率已很小,0比2的比分冰冷的写在计分牌上。 当所有队员都已散去之后,横峰队主教练佩特莱斯库,还在替补西陈斯长,当记者问到他在思考什么时,他说道,我很伤心。 我非常想获得胜利,现在我的思考接下来要为球队做什么,之后面对四个课场,要扭转局面就需要运气,如果运气不好,那么局面会非常困难,配帅的话非常客气和婉转。 输掉与建业队的比赛,横峰队宝级已经可以说大事已去,在主场上且难以赢下建业,那么,接下来客场将一次面对势力更强的江苏苏宁,河北花夏幸福,上海鲜花,山东鲁能和天津全界,横峰想要赢取三分更是难上加难,与建业队的比赛,对于横峰的重要性不言而语。 但是就在这样一场比赛中,横峰面临了巨大的困难,首先是主力队员大面积伤病,伯利在足节杯与鲁能的比赛后,拉伤部位伤病反复,经对一诊断后无法达到出场条件,而杜维也以老伤复发遗憾缺席。 此外,耶拉维奇的伤势勉强合格,但疼痛依然影响了他在场上做动作。 其次是组织和新扮云龙四张黄海亭赛,赞云龙本赛季状态一直不错,目前已完成了一粒进球和七次助攻,他的全身让横峰对向前的能力大大折扣。 加之,在足节杯与鲁能拼劲,全力之后,横峰的队员们体能都受到很大的影响,佩特莱斯库就在赛后表示,尽管比赛很艰难,但球员的态度还是很好的展现了拼劲。 可是运气没有站到我这边,赛成一级导致很多球员没有处于最佳的竞技状态,对那一天重要球员也出现了伤病,将用人变得困难。 事实上,在佩特莱斯库到来之后,虽然给球队带来了一定的变化,但是由于连赛前十一轮凹下的坑实在是太大,横峰始终难以在下半程打开局面, 他们先后在克长云比赐惨败广州恒大,又被广州复利比一拳杀丸平比分,让球队志气受到极大的打击,输掉本场比赛后,贵州横峰继续书写着他们本赛季的干考记录,战绩为一胜两平十一负紧急五分,目前在积分榜上,紧急五分的横峰和并列倒数第三的,中青当代和长春亚太的差距已经有九分。 三场球的差距想要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追赏,对于横峰来说,已经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,现状攻防两端都乏力,被塞进至今,横峰进球数仅七个,失球数达到了34个,目前只有轻敌的鲁能没有在连赛中,叫开过横峰队的大门,其余球队的前锋都可以在横峰面前找得进球的自信, 如此高高的数据,摆动能力不足,也让横峰队的保级,路蒙上阴影。 在与建业队的比赛中,横峰虽然控制了场面,但实际上真正能进入威胁对手的区域后,办法并不多。 整场比赛除了耶拉维奇击中力柱的那里任一球之外,横峰并没有获得过多少绝对的机会,倒是建业在安心打起反击后,进攻效率提高,上半时第一次机会就获得进球,下半时巴索哥再次利用反击为建业获得了第二个进球。 在佩特莱斯库接手横峰之后,虽然对球队的阵容和打法进行了调整,但是由于俱乐部没有在人员方面进行补充,所以留给佩特莱斯库运作的空间变得十分有限。 与建业一战,佩特莱斯库终于想起了坐在替补席上的24号王军,用他换下了18号敏俊林。 王军上场之后横峰的进攻树里能力确实有所改观,比赛最后时刻,王军把出的脚球直接造成了戒业禁区内的混乱,并使横峰获得了进球。 但一切都太晚了,王军是这支球队的老人之一,曾在球队冲超时立下汗马功劳,但是他上一次在中超出场,还是上赛季足场对真言编时,对于自己的表现,王军说, 当时已经二球落后了我没啥包袱,另外对手已经深度防守了,所以,我有更多处理球的时间,面对球队差弱的防守。 佩特莱斯库目前显然没有更多的办法,队友伤并无法上场,所以派上郑凯木和韩鹏飞,这是目前最健康的中卫组合。 但他们还是要磨合,完全可以做得更好。 而进攻端,耶拉维奇已只有伤病在身,在接下来的整个赛季,他的状态都难以达到最佳状态。 足球比赛归根结底,是比较场上球员能力的90分钟,横峰之所以会输掉这场导致的千王山,实际上也是能力不够的体现。 在进攻中,无法在对手的中后场找到更多办法,防守上又对抗不了对手强力外援的自然能力。 这些毛病并非只在宇建野的比赛中出现,实际上这是本赛季横峰一直面临的问题,未来将帅还希望一博。 在外界看来,贵州横峰队,显然已经一只脚踏进了将棋的深渊。 事实上,身处其中的球员和教练也有不知道的道理,与建野比赛之后,记者与队员关于球队前途进行交流,这名球员用了六个字来形容自己目前的心态。 这人是听签命,但记者直言不讳的提到,或许明年终角见了时,他说,又不是没提过,争取再回来就是了。 虽然我们的未来确实已经没人看好了,但让我们轻易脚枪也是不行的。 本周一番,横峰将前老科长挑战重庆当代,在面对多民主力。 中文章 互联系 若 若